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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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是最便捷对机最低成本的宣推方式 林局长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今年来也特别是今年以来 用咱们短视频新媒体平台推积地方旅游 已经成为利用新媒体平台推积地方旅游 利用广泛有效的一个推积的旅游推积的一个方式 各地各级的文旅局长已经纷纷为家乡旅游代言 宣传推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林涛文化旅游资源顶富深厚 是马家尧文化命名地 为了宣传我们林涛的文化旅游资源 近期自己以想着通过短视频的方式 利用新媒体平台推积宣传我现代文化旅游 好的 从幕后走到台前 凭借半项和场景画面来出圈 确实是打破了人们对文旅局长们 所谓公职人员的固有印象 但是也引来了一些争议 请问都局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争议的 从最开始做这个账号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网络是具有双面性的 有质疑的声音 更多的是积极的反馈 是鼓励 是支持 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我想凭自己的这份热爱 在推广家乡 只要大家能看到塔河 知道塔河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尹局长您有遇到过类似的争议吗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本人认为 作为地方文娱干部 有责任和义务 对地方的文化理由继续宣传推介 只不过是利用现在流行的 新媒体平台以视频形式推介 我认为这不是作秀 也更不是操作自己 让自己成为网红 好的 大院长您是怎么评价文旅局长们旅游营销观念的转变呢 您认为这种转变对提振当地的旅游业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首先我想向都局长远局长和各位能够到短视频上宣传推介自己家乡的各级旅游干部们 我认为这种转变的转变的转变 我认为这种转变的转变